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为了纪念中日围棋擂台赛 这是过去 很早的比较有历史纪念意义的 那个百灵被改革了 他找了个老年组 是是是 元老组 今年邀请了四个日本的曾经擂台赛的主力 和我们中国的四位老棋手 不 长号不算最老 那么八个人下了棋 经过抽签 我是抽到一田 他是最年轻的 我本来很想抽到大株 但是没抽到 他们开玩笑 所以一田这个棋也很厉害 但是我当时下之前 前而没抽好是吧 意思是 不不不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 我们看棋局 我觉得我还是 看着光看棋 我还是很有信心 因为这个一田都传说他很厉害 最近在我们的网络上 老是跟AI下棋 那他训练的尺度还是 比我训练 我都不怎么下 很用功的一位棋手 虽然说不是现在活跃在一线 但是依然是操练很多 操练很多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棋局 好吧 这个棋一田是织黑 对 小木 我是二连星 他是走的这个 对 然后呢 他守了一个脚 感觉他依然还是挺传统的 虽然说 我以为他 跟AI训练的比较多 对 实际上这个下法都是布局 是 我以为本来是二连星对二连星 对 我知道他这个 AI下的很多 而他这种下的 他看来 他还是比较熟吧 可能啊 现在我是走的这个二连星 这个布局我以前下的少 不 我看您这个布局 现在很流行 黑气这么像 白气也很像 对 AI的那个超市 黑气这么像 两二连星 然后小飞手脚 是 挂一个 挂这个 然后呢 我是挂一个 对 挂一个脚 我本来想啊 他如果走这个 我是准备这样 我是准备这样 这个是 靠压 最近下的很多 对 双飞烟 这个定时很多 这个 这是 AI的定时 这个下法 这个因为我这以后 飞压过来 很好 对 但是呢 它是 尖的 尖的这个 没错 是吧 尖这个 旗呢 应该说 和这个都差不多 都一个方向 它是怕飞压 对吧 是的 然后白气下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选择 你如果这个 这是就过传统的话 那你要这样是 黑气最希望是 这个形状 是现在淘汰了 白气不行的 这样 对 没人这么下 没人这么下 最近流行 透露一下啊 都是AI是喜欢这样的 尖顶 尖顶是跳这个 对 是的 特别多 这个是特别多的 但是我下了一个这样 我尖顶了 走这个 我走的这个 我走的这个 关键刘老师 刚才说 一田他跟那个AI 训练的特别多 但是看这个布局 怎么黑气都下的这么 好像都不是AI的招 对 不像 然后他这个无忧角 现在已经没人下了 小尖也已经见少 一般都是飞的 对 是的 然后他小尖完了之后 关键他上面 立二拆三 对 这个棋呢 为什么走这个 让人很意外 怕他不拆 脱先了 进攻的话 这个高的好 对 现在走这个呢 最担心的是他不拆 拆了的话 白气应该说 也还可以的 现在下成这样 这是过去的 都是立二拆三了 对 然后白气 尖冲 尖冲一个 这个呢 是在无忧角 尖冲一个的 这是过去 这是吴清源的拿手的 这个 多次强调的一个手段 看一下 黑旗的爬的方向 然后 黑旗贴起来 贴一个 对 那总觉得这么交换一下 好像是 笋 我是觉得黑旗有点亏 黑旗亏是吧 对 肯定是觉得黑旗 就像这样 如果高跳手脚 不是很正常吗 那么白旗外靠 他就下立一个 那这个也有吧 也有 不是 这个应该是利弊难说 但是这个是白旗的去向 他看看方向之后 尖冲一个之后 然后再找一个方向 往哪走 然后再走这个 拆啊 当时我下旗的时候 我觉得尖冲一个 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呢 防了他这个点 三三 这有那个饮蒸 比如说过去的是 不是这个 有饮蒸 这样我可以团 你走这个我能蒸掉 然后现在蒸掉了 蒸掉了 对 这个还是有关系 有关系 他有很多 不是有这个系统 有潜在的 有点 说是一走这个 什么被搬沾了 怎么的 下法是吧 因为蒸子不利 现在我可以团这个 它断了我能吃掉 所以那个尖冲有好头 现在走成这样之后 这都堂堂正正 也算是正常 然后呢 黑棋是走的这个 对 所以我在想 一天机机九段 他跟AI 这个是比较正常 AI练招的时候 是不是他用的都是 很本分的招 本分 他一点也不像 学AI的招法 他复盘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个 他说如果这个 你走这个 我在这边靠一个 怎么 这个倒是 这有点像 有点像 他说他知道 他说要 有这样的招法 只是他用不用的 用不用的 现在白棋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呢 这个时候啊 其实 要说选择 我当时复盘的时候 我说我要打入班毡 对 他说呢 我就这么走 我要早知道 他这么走 我早就交换了 他就这么硬 他就这么硬 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这么朴实 对 如果我要知道这么硬 我早就斑斩走 对啊 这个是形状是 有定论是白棋 要这个 这个可以 白棋舒服的 是啊 要能走成这样 我肯定愿意 我要走成这样 我就直接走这个了 这也是白棋的布局 那当然舒服了 对啊 这个可是 您觉得走不着 是吧 我怕走不着 但是现在看起来 可能这么想是 还是应该先走掉 我觉得有可能 真的是走 他会硬 他是要想本分的走 他走这种布局 我觉得这样走的 白棋形式挺好 嗯 那么白棋没有这么下 这其实是 我是靠的 对 靠上去了 靠一个 走一个 这个打入没有 对 这个要早知道 直接打入了 这个当然我觉得 也是很大的一部 对啊 但是呢 他逼住这个呢 我现在我看起来 这个的确证明很大 没错 再走呢 我觉得您刚才 那个图好一点 刚才 现在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本分的 应该挑一个 本分的期 但是 这好像有点不甘心 我这个时候 还是想理想性的 还是想做斑毡 我最想是这样 对 肯定是 打入完了 肯定想要斑毡 肯定还是走的这个了 对啊 这个厉害 黑袭反袭了 对 我靠 这个时候 实际上这两个呢 还是有点损 有点亏 有点亏 不舍不得 但是为了 叮出来 要攻他这个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也是 来作战拼了吧 他走这个 他走这个 白棋肩 当然这个 尖这个 可能 更稳当一点 就是说 本型应该尖这个 你比如说 走这个 你就往前跳一跳 这个是本型 应该是 这样白棋也重 你这个中间 这还有点三三 应该是这样 比较好 这样的话 应该是白棋 比较困难的 这个不太好 他走这个 这个白棋 假如说 能不能下得灵活一点 我想 他比如说 钉下去的话 可不可以考虑 往这边打 但是这个脚太薄了 就觉得这边 我还怕这个脚太薄了 这个地方 感觉有点 吃不住劲 我怕这个 我主要是想 拽着它 走这个有点 从现在的角度看 那个 这个不如 真不如先打 对 没错 我会觉得 你刚才那个 先走掉 对 合适 对 它飞了 飞这个 煎一个 然后呢 它是走的这个 如果你先走 它会走这个 然后你再走的话 它有可能夸断了 直接就断掉了 直接夸断 有可能 比如说 或者是这个 其实长这个 有可能 这边不还有个断点 对 长这个 这不是有断点吗 这也有断点 对 这个黑气可能 它不是那么 所以 这个其它是单走的 我也可能 现在直接跨断 也是一个 对 我就在想 你怎么没出手 直接出手 是吧 谁要这样 我就在想 以刘老师的风格 怎么没有直接动手 直接出手得了 对 这简单明了 可能是 应该这样 但是呢 我补了一个 但是我觉得 这个时候 白气还不算坏 对 肯定是 可能是这样 觉得 它 普通应该走走 这一类的 飞一飞 它是走到这里 才进去 这底下走一个 它是为了什么 防什么 防我断 跨断 跨断 然后这地方 回家 有回家 是 它如果走别的 怕我断 其实我是 这真的两头怕了 我是怕 我是怕它往外走 你走这个 我倒高兴了 给你了 我飞了一个 然后黑气跳这个 这个时候 应该说 白气 从 这个打 就是说 走了这个之后 打入 稍微的被动了一点 但还早 缓过气来 是的 这个时候缓过气来 这个时候白气应该走这个气 应该点一个 点一个 点呢 你如果 我当时担心它走这个 那还不 尝出来 是 应该对 这我觉得也没什么可看的了 这个好 先闭上眼睛 先尝出来再说 这个 黑气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 在那沾上 我还可能 护下去 那肯定给它护住了 这个是 你这打穿之后 没啥意义 就吃不掉 就吃不掉 这个 白气能沾 是的 而且它如果说 被您先手钉断的话 它这个靠马上就出来了 这个作战 当时我是担心它这样 可是复盘的时候 一天根本想都没想 就沾上了 它觉得这气只能沾上 什么意思 那么我这个想了半天 那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狠点的招法 我觉得 这个气 白气就下法就多了 它要么走这个 或者是你走得笨一点的话 你往中间走也可以 或者是走 对啊 很想盯住它那边 反正你次找好 对 次找总好一点 可是我这个气 我觉得我点的时候 怕它冲断 当时是没有 这个气也是 时间 每方一小时 时间也很紧 不能考虑太长 我觉得这个方向走 我走的这个 对 方向走了 我觉得这么走 也还是不错的 当时觉得白气还是可以 这个气呢 它就飞在这里 这么交换 这交换呢 这个气呢 应该说 白气的方向走过连过来 我觉得形式还是可以 就这实战 其实这一串吧 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点薄 看起来 总是有点薄味的 然后刘老师拐起来 对 拐起来 这跟那边呼应的招法 对 我想把这个空 算 雷起来 它搬 这个黑气下得也很快 搬 而且这几招气呢 它落得很快 我当时还觉得 是不是它搬 它都没有想 直接就走这个 这个我也高兴 你既然走了 我就 这这 贴起来 现在压了吗 现在是 现在没有 现在先不压 没有马上压 现在没有压 我是走的这个 它靠了一个 我是想是这样 你搬的话 我就断了 这边跟它纠缠一下 不这个气 它走什么呢 还得交代一下 这怎么办 不可能是马上 假如说厂 这怎么办 它不好走 这厂又被吼挖出去 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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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旗就不好办了 这么一扭十字 这么有分段 然后黑旗在这作战的话 我这个白旗觉得很有力 对 我是想这么下的 但是它下的挺 有点妖容 我觉得 它走的 我们看它走的是吧 它挤了一个 对 走这个 单挤 这有一点让人出乎 这个也是一个旗行 也是旗行 我呢 觉得这个搬 也是应该在所 安眠的 这个是一个好点 这个旗马上 这个地方 有可能断它的后路了 您就不肯挤了 让沾上 这不太合适 是吗 觉得 沾上就觉得 比它便宜一下 对 就是心里不太舒服 但是搬一个 有什么不好吗 好吧 搬的话 搬它走 它挖 它挖 其实挖的时候 你可以沾上 也可以考虑 是这样 这两个交换 比如说这两个交换 对 我觉得是白旗 这两个交换可以的 它如果说这样回去 那就外面拍它一下 正好 会这个吗 是这样吗 是这样 打掉吧 打掉 可以的 对 这可以 这样的白旗 走到外面挺好 是的 你可以 所以这个旗呢 脚上也安全了 不如长 然后再飞一个 对 这样很好 白旗这样也很灵活 挺好 是的 这是一个下法 但是我觉得实战也不失为一手旗 也不错 被穿袜的时候打一个 对 我有点心疼 那个木 对 这样 被黑旗先断了一下 是 给了 木是有点 有点心疼 有点心疼 对 但是这个 你提的 因为你立的 我挡先手 提一个 但是这打一个也很舒服 这个旗倒是当时 对 我就在想您不能这样吗 可以 吃掉都不好吗 可以吃掉 是啊 好像是这个旗 我觉得它也跑不掉吧 对 或者是尖着吃 或者粘上 尖着吃就行 它走这个套 你就立一个 这个旗是白旗杀黑旗 应该说白旗这个 把它吃掉也不错 但是我当时或者现在 我仍然觉得这个粘上形势也比较简密 让它过去 然后你把这个抢了 这个很大 这个特别大 它先点了 点一个 对 我粘上 然后尝 尝一个 然后你就飞住 这个旗应该说 把这个都盛住的话 我当时算觉得还是不错 因为它的这个效率 我觉得没有这个成的那么好 这个只是一个把这个 我是抠了几目旗 但是我能够得先手 在那边 我觉得拳击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是 这样其实白旗还不错 还不错 对 应该说黑旗 从那个AI给的那个参考图 觉得你要是不掏的话 应该掏一掏才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掏一掏 如果不掏的话 这里面还要掏啊 想在这掏 不掏的话是 白旗形势不错 白旗这个时候很好 不这里面居然还要掏啊 原来 因为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对 他觉得不掏的里面 这个里面可能有点空不够 空不够了 所以前面我怎么觉得 这个哪个地方 黑旗的招募 黑旗的招募 全在二路太多了 那么下成这个时候 实际上一天呢 我看他的从各种表情 他包括最后复盘 他也觉得这个时候白旗好 确实白旗还不错 那么现在黑旗啊 该怎么下 它是从这里出售的 靠了一个 靠这个 对 这个旗呢 当然是 你要是 所以说我当时要点一个 比如说这样 这个形状当然好得多了 他就没有那个套 但是现在也不要紧 因为给他 如果这样当然是 黑旗希望是这样 然后长一个 你长这个 他冲这个 冲一个 对对对 他希望是这样 对对对 冲这个 对对对 拐 对 再冲 再冲 当然这也不失为一个下盘 断这个 长吧 对这样也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下盘 就把那三个弃了 三个弃掉 把这都收住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实战那个可能更加 更加好 实战啊 实战这个靠的时候啊 就干脆就弃 就这样 搬在外面 再沾上 沾上 这个棋呢 为了 这长当然是也没问题 当然他有个加了这个 长 加了长很讨厌 这个呢 就不愿意让他加 对 这个棋你要飞了 我就冲断了 这个搬了 我就能断了 这不怕 你只是这个 这小意思 是吧 所以呢 一天走这个是比较狠的 看来这边先走了两下 逼了一下 对 这个是他的应该 这个打 这边打 我就在想 他这棋到底是 应该尖顶呢 还是应该在 我纠结了半天 这个打 应该往这儿比一时吧 这个打 对对对 这个打 但这个飞 被飞住了也很心疼 我当时觉得 这个飞完之后啊 这个要点是这个 靠一个 比如说你要搬这个 它就能够 这种搬了什么 这种味道 你搬了之后 它能够断了 什么之类的 可是它 怎么就直接就 把这个卖掉 我就不明白 这有点心疼啊 对 我觉得这个被卖掉之后啊 这个跟我的判断 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是 它自我感觉太好了 它飞了一下 实在飞了一个 这个我没想到 这个我没想到 我总觉得它这个 我最担心的这个 它这儿走了之后啊 这个时候白鞋的形势 应该是 很不错 这个我比较纳闷 觉得它这么 这么飞完之后 它都赢多了 觉得就这么说说就行了 对 所以这么下就赢了 对 这个棋我就没想着 或者说它让我有点吃惊 或者说我自己也好久不下棋了 对于这个呢 敏感度 不不 就是自信的心呢 有时候是有问题 老不下棋 有时候自信有点问题 它走的这个 是吧 就这个 它飞了一下 对这个 因为走别的它都不行 走这个呢 是一个来冲击你的弱点 你如果只是尖一尖 这都没啥意思 这里有断 这里有风 这个别的斑也能断掉 这个都没啥意思 所以再刺一个呢 它是想你走这个的话 它贴回来 要贴回来 你这都 这个东西 它有可能 走别的 这个它便宜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要点 要点 你如果尝当 当然这个就留下来了 没错 你要走这个 我也断死了 是吧 它只有这个 是的 那我就搬 搬住 对 然后它断了一个 断了一个 对 那去尝 尝这个 对 我觉得当时的算录 也是觉得尝这个 能够把它闷住 是啊 这个棋 这个就 当时我有点患得患失了 我觉得这个形式是不错 就从这个 那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说 觉得这个形式 白棋很好啊 或者是我哪儿不对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又担心到 有什么招数啊 这个中间 没看见 这个棋 我当时算好的 是直接就冲 这我很奇怪 您为什么不胡呢 这个棋 有点患得患失什么 对 这个棋啊 就不明白了 我现在 也有点纳闷了 这个棋 吃掉 当时我算好的 是这样 这不是 这不是简单的 它棋不够吗 对 就这样呗 直接就吃掉 我想着它外面 也没什么招啊 好像 它最多就搬一下吧 它就是利用一点 它可能 当时我们摆参考图 是这样的 摆这个之后啊 它是说这样 靠一个 靠一个 然后冲 我就冲 对 然后它挡啊 不 它要搬这个 哦 它搬一个 对 是搬这个 你就给它就完了 它让人家不能断 你就给它就完了 没什么了不起 走这个 你就加一个也可以 这样 是啊 这个小意思 跑步出来 只这个大 对啊 应该吃掉 应该吃掉 那么或者说 这个棋啊 嗯 这个是比较 比较 为什么不吃掉 我很不明白 很不明白 我想了半年 没想明白这件事 对 这个棋是一个 重大错误 重大错误 这个也是一个 对局的心理啊 当时可能 也怕时间上有问题 或者说 这或者是 自己觉得这个很大 当时算算目 觉得这个也没多少目 就给它吧 对 这有点患得患失 对啊 这个老步比赛啊 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比赛平常少了 对 那棋呢 是这样 就白棋虎这个呢 其实是把这三个黑子 吃掉了 对 但是刘老师 他刚才说了半天呢 他觉得好像 这个虎一个 也不是很大呀 或者说 有别的因素啊 这形式不错啊 对 确实白棋形式不错 倒是 但是白棋 究竟下哪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 是第四届百灵杯 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 呃 元老组八强赛的对局 是有一天机机 对刘老师 刚才和刘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白棋呢 虎一个是把黑棋吃掉了 虎一个比较明显 这吃得很清楚 现在怎么看都不理解了 现在我这一讲棋就有点 自己想想也不明白 虎吃掉就完了 完了这个棋 黑棋的后面的方向 我不知道它会往哪个方向走了 我觉得它是不是可能会搬一个之类的 搬这个 搬这个就搬 然后再连搬 就打吃给它就完了 这个棋为什么没这么想 给它就完了 对啊 其实这样的话 这个中控还是封得挺严实的 对啊 这儿还差一手棋 如果轮白棋先手收 我觉得怎么都是白棋好收 对白棋好收 这个棋就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这个棋白棋下得太差了 这个棋再去尝了一个 尝了一个我想觉得那边 那边大 我想这个尖 也可能是担心它搬了什么的 这个棋不应该那样 就尝一个 我想给它吃这个没多大 然后那个我觉得就不比这个小 有这个考虑 我觉得那个尖一个特别大 然后黑棋把这个吃掉 很大 然后我马上就把这个尖 我觉得这个呢 先手 而且以后有打入 这个就先手多少木来着 这个大飞都有先手九木了 别说那个了 所以当时把那个看重了 这有关系 对 是吧 对 这个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这个是大错特错 其实之前白棋一直都行 是还不错 对 感觉大局掌握得比较好 现在黑棋先把这个走掉 这个我要逆收太大了 逆收九木 对对对 走这个我走这个 逆收九木大还是那个大 应该是那个大 这个好难 当时我还说这个有个打入呢 对 提掉 提掉 对 然后吃掉 它吃 这个棋呢 这个本来也算作它的 算作它的 下面这就进入收关了 没错 收关 然后黑棋是不是顶这个 这它的 这它的 我本来想着如果说您不尝这个 让黑棋这儿唯控 那这个监就是先手了 对对对 那如果说这个监的 那大飞应该还是他的 但这个如果说白棋能先手走到 然后再剑三三 应该是白棋形势不错 白棋不错 但是现在这样就有点难讲了 至少看不清 现在你觉得形势已经有点复杂化了 有点看不清 看不清了 那是这个棋 黑棋 现在黑棋盖了一个 盖了一个 它可能 这个棋呢 我也是出乎意料 这盖 这网站的压也挺奇怪 因为中间已经盖这个 本来是要成大控的 对 这个让我也吃惊了一下 它是觉得这里面被您捶一个的话 有点难受吗 黑棋 不是 不是很厚 盖一个呢 这个时候白棋啊 就应该朴实的 就把它粘上 粘住 那它要粘上 就这个 或者虎都行 然后白棋把这个尖上 这个时候 应该是白棋的明显优势 还是白棋明显优势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收控啊 基本上就是直接收控了 只要不出什么问题 就直接收收控的话 白棋的 就黑棋贴不住木 这是比较简单 可能是白棋的好的机会吧 应该是这样 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是吧 即使黑棋挡住这个 您就从上面削一削 削一削 没关系 给它了 是的 这样呢 是最好的 而实战呢 这个棋 白棋又是觉得这样 简单 反而没走 就像这个虎吃啊 是简单吃掉 其实是最好的 实战走的什么 看看 主要是到了后半盘的时候 就是经常输于战争 我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都不应该应该 不知道应该怎么收最好 其实不知道应该往哪走 这个是问题很大 这个问题呢 对 挤先手 对 走这个粘住 把这个交换掉 然后呢 这个其实还是就 粘上走是最好的 结果呢 没有走 打入了 打入了 对 其实这个打入 不应该 不应该打入 打入跟这个跳相比 这木 不 当然是打入好了 对 我知道 但是这还欠一手 这个打入 就是说 粘上走这个 当然是最好了 打入呢 就是把局面复杂化了 没错 就本来形势好 结果你给它复杂化了 然后它把它吃掉 它把它打拔了 打拔还是挺大的 不 这个吃又是个最重要的 应该打上面 哦 单打上面 单打上面 如果说它提掉 挖了 哦 您就挖粘了 挖粘了 对 这是应该说白旗 是这样 对 这样是最好的 这好像也很难办了 这样最好 这走在哪儿啊 对 应该这个时候打 它可能粘这个也有可能 就说它提到这儿 被这一挖粘 有点难受一下的 这边有断打 对 我这个棋它打 我有可能拐吃 打在这儿 然后您先断打到日下 总是好的 这样好 这样的话 这样子就打得太随手了 这个时候时间的 有时候没有掌控好 这个时候有点太着急 直接就走着 这个棋稍微一秒钟的 犹豫 就犹豫一下就行了 现在没有 一秒钟的犹豫 就打了 这个棋就坏了 这个棋有可能 就马上就 已经不太对了 有太不太好了 我走了这个 是不是走这个 尖三三了 对 这个失去了机会 应该打完走这个 这个既然走了打入 就应该在那个地方 继续走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 不太对劲了 这跟白棋沾上相比 这差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已经差十一目了 这差的有点多还是 差的多 然后他走那个时候 应该打这个 好 这样的话 其实已经 有点胜利 我利用了 有点遥远 有点遥远是吧 有点出问题了 这个也特别的大 跳这个 对 这个旗应该说是 冲一个比较好 冲它可能是 也不走这个 它走这个 单跳跳出来 然后刺这个也可以 刺这个 也是一个下方 反正那块都是活的吗 对 然后白棋是不是压的 对 是的 压这个 压这个呢 当然也是一个烧法 或者说这旗 你就干脆走这个 把自己控护住 就可以了 也可以 也可以走这个 你就退 就完了 把这个呈掉 压一个 但是他跳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有点担心 这个时候 只能走这个 先并住 先把控和有位置 这里有回家 然后你 我是担心 他可能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我没算清楚 没算清楚 然后他比如说 这么穿着 对对对对 怕这个中间 出什么问题 其实只能这么下 这样的话 他也没什么 就贴呗 然后这有个 对对对 这个时候也快进入独秒了 对 这个旗呢 说实话 这个就老 就输一战斗了 平常 这个都是 这个是不走 是 这可能是 走上这个之后呢 这个旗局啊 木啊 还是有的帮 平衡 不是 就是还能够 还差不多 我现在觉得 你说 谁好 或什么 还能够有一针 这个是必须要走的 对 必须先把这个 控制 必须要走 这个必须要守住 而我呢 没走 这个时候就是 在自己啊 这个老不下棋了 这时候又是害怕了 自己去溜下 溜了一个吧 自己去走了一个 跳过 是这样吗 我看看 我这个旗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冲 我走那个了 是的 是跳过了 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一下子 这个旗就出去了 就这一下 一犹豫 如果这个 再坚持这个的话 这个旗局还很难说 但是你走了这个时候 被它这靠进来 对 这中间又少了一圈 少了一圈了 这个旗越走越少了 越走越少 这个旗不得了 哎呀 这个死完了之后 这个旗 然后它还把这个飞住 飞住 飞住这个时候啊 就顺手就应该冲掉 对 我在想它飞一个 这不顺手冲吗 为什么不下呢 这又是一个 这也是快进入毒秒了 是 我就在想它 您顺手把这个冲了 然后它肯定会挡了吗 对 或者退或者挡 对 赶紧把这个斩上吧 对对对 这个太大了 这样也是 这个太大了 对呀 这样的话 下的话 还是 是不是还能收一下 还能收 应该能收 还是 收关子的旗 是吧 收关子的旗 这个旗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这里的墓可能少了 但虽然说这个 跟后来相比 这里墓少了 黑棋中间也会少一些 但是这个棋 不管怎么下 就只能这么下 棋应该这么下 只能这么下 这输赢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就是说棋局这么进行的 输赢都是它了 对对对 而我这个走的 简直越走越问题了 就是老不下棋 一天呢 在日本呢 还参加比赛 是吧 一个老练 它这个正规比赛 老参加了 老参加了 所以它后半盘还是 它一年也有几十盘棋比赛 那还不少呢 这个 我这个呢 很少是正规比赛 所以老不下 你前面是 现在看是都看得很清楚 对 后面 这马上就出你 我这走的什么 那是冲了一个 是的 这个棋呢 这个 对 这被一断 完了 再完了 再完了 你这个提了之后啊 这已经白差 白差 目不说 厚薄问题 这里可以其实多了一目 但是这个冲 本来是有打吃的 冲断也不对了 都不对了 这个差很多 心情上就打垮了 没错 这个时候就已经把你的 就一直就要打垮了 这个连续犯错误 连续犯错误 也还有它那个读秒 是一分钟一次的 就更加的是让你那个 就无处躲了 因为你这个读秒 就必须要走棋的 后面读秒 就催促 就根本就 这不冲 后悔 再说你的心情 也调整不过来了 是 在这个时候 白棋走是什么 白棋把这个抠吃掉吗 哎呀 这个棋 白棋下的 断了一个是吧 这个冲一下 对 冲了一下 这个时候就已经 好像是打浆 冲一个就是 等于是找心情了 接上 然后再挖吃了一个 对 这个是找心情了 没有办法了 这一跑 这就没办法 没办法了 这个棋 其实我们经常看那种 一线高手 他们的收束 他们的收束总是 我们看看的话 也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问题很少 等到轮到自己下的时候 发现这也不 收不对 那也收不对 其实要收对 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尤其像刘老师这样 就是时间比较短 一个小时 然后呢 双方又读秒 读秒一催 你要想收对 那就更难了 哎呀 这个是实在是 没办法 想收对其实很难 是 这是找理 其实还是训练的问题 现在呢 如果黑棋这么往前跑 他把这个字跑出来 他不 还是走的这个 他先打拔了 先打拔 先走的是中间吧 先打拔 他是打拔了 黑棋提掉 哎呀 这个棋呢 关于难受的 被他一夹还没法理 被他这一夹 一走 这个不得了了 这又更是 是的 雪上加霜的感觉 雪上这样 这一吃 提掉 再一打吃 后手死 如果沾上了 然后这个中间的下法 你看这已经都变成了什么了 这个棋 这没花 该黑棋下 这个没有 这个本身都是断着的 对 他在这边走走 都麻烦了 对 所以这个棋被他打拔之后 就是打拔之后 白棋忍痛 在这个地方补了一个 先手 本人先手 本人先手打拔 这就是一二三四五 那里五木又被先手收掉了 又给便宜 这个棋 那就是损失惨重 这两下一走 基本上黑棋 就没有办法 这个就不好办了 这就麻烦了 然后黑棋是 在这个地方 他飞了一个 飞了一个 靠 靠住 对 搬一个 接上 对 然后 这个棋呢 他爬了一个 爬了一个 这收关棋了 对 收关棋 那这个收关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就已经 前面我知道 这面 这面亏 这面呢 没有也亏了 没走好 没有走着 没有好的地方 这个就把你的信心 就打垮了 前面 后面 你只是吃到这两颗子 那这边还多出一颗子 那就 这个关子就 这个棋就 就不好办了 然后这个时候 白棋收关 是吧 对 飞了一个 飞了一个 嗯 收关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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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掉 压一个 对 压一个 然后白棋是退的 嗯 他说这个 想跳进去 想跳进去 还 都抠几目 对对对 这个时候 要是正常 收关的话 应该说是 这个就 没有什么机会了 他是黑棋挡的 这个是吧 对 他也没有去收那个 我觉得那个也挺大的 不 这个棋啊 嗯 黑棋这个时候 不是白棋 他既然走这个 白棋 这个断一个 可能还是一个 是个机会吗 对 就是说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走这个棋 嗯 嗯 他主要把他 在这儿的空 就给他破了 对 应该 这个还是很巨大 他断一个的话 黑棋 先挤掉 这个我就粘住 粘住 嗯 然后 黑棋再 那怎么个收法好 这个吗 把这个 他提掉 嗯 提掉 对 粘上 对 这个 你是 长掀手 对吧 长一个 长掀手 是不是里面可以 钻进去 长掀手 比如说这样 对 跳进 跳进去 嗯 还可以这么下 嗯 这中间的木 跟后来相比 差不多很多 这样 把他 木给钻进去 对 是吧 嗯 这样 可能 就是说 比较细 但是 这个时候 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这个断一个 应该是 还是后面的 这个 那个什么 但是我觉得 现在已经 没有机会了 已经是要 空了 要输一点 要输一点 怎么说 因为在高手 这个 所谓的高手 这个 下这个棋的时候 再 多出两木棋 基本上 胜负就已经 差很多 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像现在这个时候 黑棋能够 就已经 我觉得是 不止两木 如果正常下 但是白棋 他的下板 就把这个距离 又拉 就拉远了 他的走的是什么呢 他是走的这个 扳的 对 扳了一个 扳了一个 这个棋 让黑棋 在这个地方 他是走的 他挤了一下 挤了一下 把那边先走掉 先挤了一下 不过这个扳也挺难受的 就刚才 所以说 白棋之所以没收那个 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 如果说他挤这个 沾上虎 可以扳住 是吧 后来您等于没扳住他 对 他如果长 挡住呢 他也就扳沾 这一下冲不进来 但是白棋扳了之后 我们看这个时间 他是挤 挤一个 那为了不让他扳这一下 他就沾在这了 然后黑棋上面就虎刀了 虎刀 虎刀呢 白棋 虎刀也很舒服 就很难受啊 只能退啊 这上面就摆少了 两目 本来他挡住 这一插两目了 这个棋 你看本来那么大的空啊 现在 这儿拉一道 这儿又拉一道 对 白棋走着什么了 白棋这个棋啊 应该说 这两道都 不应该被他拉掉 你如果你比如说 当时就算并一个 这个空啊 就差很多了 没错 没错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这儿来一道 这儿来一道 这个黑棋呢 本来你这个空啊 没那么多 现在他你看越收越多 白棋得到的就是得到 走了 好几手 一步两步三步 反正在这儿折腾半天 等于这两个 还是这两个 对 这个呢 也是黑棋先手拿到了 因为白棋这个棋 后半盘呢 这个距离就完全拉开了 对 后半盘 主要还是熟练度 就没走着什么东西 主要是熟练度 熟练 老不下棋 的确这个棋 这个就是你的平常 就是应该 多练 老在一线就不一样 嗯 没错 后面你这边 黑棋这个 就是白棋后面的棺子 我觉得损个石木 是不在画像 石木以上的损 这么拉完之后 你白棋的这个 一手棋也不止损 对 嗯 主要是这个 后半盘的棺子呢 其实很多都是可以 就是精确地计算出木属的 对 就有些 因为有些地方呢 还是跟厚薄啊 这种有差距 刚才这个并应啊 之类的 对 所以呢 不是那么容易精确 计算出木属 但是像这种 能精确计算出木属的 我们尽量不要收错 就是说 但是这些说得容易 这些对起来很难的 我们再给大家收完吧 看看啊 这个棋呢 黑棋啊 它走什么呢 它是实战啊 实战 它这个挤掉了 对 挤掉了 然后把这个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这是它的先手 对 挡住 再把这个棋 这个棋也是它的先手 它都收干净 然后呢 再把这个挡住 挡住 这个特别大 嗯 戒掉 刚才不说断 那加进来也不小 加这个 都不小 对 是的 现在呢 就是说 如果走这个 是 我觉得 当时是 正常的收法 应该是挑进来 当时担心 它是不是有这个 哦 如果说打吃 对 它长 黑棋长 对 护一个 提掉 然后挖打嘛 对 挖打好像不便宜 挖打被断打 那也得挖了再说 挖了一个断打 要搬进去 如果说黑棋 能打印结的话 正在犹豫当中啊 也是应该跳一下 犹豫当中 脆啊 要脆 这独秒当中 独秒一脆 我是想啊 先 所以这个地方又走损了 又走损了 对 我看你打了一下 那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再犹豫 这个又损了 跳一个呢 是正常的 闭着眼睛要跳 分寸 要跳 如果实在不能跳 那您就尖一个呗 对对对 它不能 恰定来不会吧 而实战这个吃呢 对这一靠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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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踢垮 对 靠一个好像又损了 又损了 这个步步带损 不止拭目了 这样看就不止拭目了 你看实战 再就是靠一个 这时候又去走这个了 黑旗是不是又贴了一个 夹住 越损越多 越损越多 然后提掉 提掉 那又越来越小 黑旗收的越来越多了 再走这个 他扳了一下 把这个走断 那走断 那再掀手 对 然后挡住 这黑旗这又多出十目 白旗在这个 这五目旗 但是白旗在走什么 这又损出好几目 这个旗啊 这是越损越多 这白旗跳了的话 这旗也要小败一点 即使它不能挖断 对 但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就到后半盘的棺子嘛 之前就有人跟我建议说 你别数目 你第一条 你数目 你还数不对 第二条 你浪费时间 然后第三条 你数目的时间 你用来算数那棺子几目 你还多点时间 这个是智力兵营 我也觉得是 这个是对的 这个对的 就是对比赛的时候 到那个读秒 千万不要 你还数不对 你要是真有那个功夫也可以 但是一般的情况 就不要是随便 就是数了一遍 又再数一遍 平平一遍一遍一遍 那个时候 你不像那个AI 他自己也就一下子就 那AI都没法跟他比 多少分之一秒 他就一下子就清楚 对 我也觉得这是智力兵营 我们这个要数半天 有时候还在 数不对 正数的时候 那读秒声中 又把你的思路打乱 对 是的 这个棺呢 这盘棺也是这样 在读秒声中 这一错再错 那个心情又没调整过来 后面就一败涂地了 前面 前面最好的时机 把这个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 就是很眼见 监调 监调白棋 现在看形势 那跟十万八千里了 差的太多 是的 监调的话 那个时候白棋 我后来啊 我通过这个决议 就为其训练软件 我都看了 监调 他刚才靠出来搬的 我就把这个吃掉 沾上 他一沾我一跳 95% 白棋 它只有5%的胜率了 就是那样的比例 那时候白棋大好 还有你说搬了连搬 那也是90%多了 就是白棋大好 都已经90多了 就是说已经跑不掉了 这棋 对 那个时候 所以一看这个 就我这个 是我就 今天我就想来问问刘老师 为什么没把它剪掉 是这样 还有 说是搬了 是沾的时候 如果沾上 也是白棋 有60多 就不要小看这下打拔 我们刚才算的 就眼尖的目数 差11目 白棋沾 决议说给他说 也60多要赢气 这差11目 这差的太飞了 对对对 那个也是好 关键是得有时间 这这一读秒 你就来不及算 但是他给我的决议 就是尝一个 让你回家 我再走那个 收官把这个尖了 那个时候白棋也是好 但是呢 就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有个六七十的比例 当时也是这样 当然我的后面呢 总结出来 就是这个打入之后 这个当打的时候 没有打这个 打这个还是白棋 还可以 还是好的 后面走得太不在棋上了 我们叫做不是棋了 后面都不对了 刘老师是打算给大家 那个后半盘 好好地上一上课 就是说 让大家看看 这后半盘应该怎么下 这个棋 这个到最后呢 这个棋是 这好久不下 下了一个 这个 本来是觉得 想好久不下 争取下一个好棋 下得挺好 前面 后面 这个完全是 给这个一田 都给 都替他下了 帮他下了 不过我看一田 后来下得挺好的 是吧 后面就是说 他这个棺子 后半盘呢 他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 他赢了您之后 还赢了长浩 对 我觉得他跟长浩那盘 比这盘下得更好 就一田 这个一田 这个 这次 这个 我们所谓的元老赛 他这个 最后他 等于是进入了 这个 我们先淘汰两轮之后 这个长浩 他就日本 第一轮 就三个都没了 就我 就赢了我这个一田 留了一个 那么 后面抽签的一田 又赢了长浩 那边呢 涅马对抗 最后是马晓赢了 那么最后就是 马晓跟一田 就剩两个人 对决 再找个时间 他们对决一下 他们俩对决 决出一个 然后进入 所谓的元老比赛 进入本赛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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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还是通过 因为我们现在有 训练武器 这个AI 这个决议 我都通过它 来研究了半天 结果呢 这盘其实 这下的时候 实在是 不 不争气 也不是说 就是说 而且前面 我觉得整个的 结构啊什么 都是下得不错的 尤其这边 推上来之后 这边照了飞 整体的就是 这边的架构 其实下得挺好的 但是 刘老师 他刚才说了 因为他 九叔战争嘛 可能是 练得不够 所以说 这后半盘 问题比较多 送回去了 现在是 旁边十几目了 都旁边十几目了 对 比较可惜 这个是肯定 最后收到关 最后 约束也多了 对 这盘棋 凡事 我这个 通过这个下棋 也知道自己的 这个 这个方向以后啊 这个下的时候 知道 下了不管怎么 我有自信了 对 是的 前面 判断还是正确的 前面这个 他这个几个下的 不对的地方 现在 可能就感觉不一样了 找找感觉以后 争取 在 别的机会 再争取 有能够 还回到战场上 对 这盘棋呢 就是大家要学习 刘老师的前半盘 然后要学习 一田的后半盘 总体来说 总结是这样子的 就是后面呢 确实 一田九段的 他 常年训练的 还是不一样 就很多地方 对木树的敏感度啊 像这种先手啊 都走掉 他都没有漏掉 该收的对的地方 他都收掉了 像这种地方 他跳完了一跳 然后加进去 其实中央的定型 其实挺难的 这种地方 就刚才如果 看到那个形状的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 应该怎么下 但是一田七七九段 告诉大家 这期应该怎么下了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直黑的 一田七七九段呢 是中盘战胜了 刘老师 晋级了四强 好 那我们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